不知道大家的干燥箱用的爽吗 目前收到一些反馈 有的料盘它的尺寸稍微大了一两毫米 导致我们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卡料的情况 我的解决方法最初是使用钳子 将这个角落处给它钳出这几个缝隙 就可以流畅的出料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顺畅 而我们万能的群友小空白 对这个支架进行了重新设计 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支架出现了一种倾斜的角度 可以避免各种料盘出现卡料的情况 好了我们打印完成了 再对比一下 它将这个地方升高了一部分 接下来我把它装上去 装好以后可以明显看到 这边要高很多 再来看一下料盘的间隙 间隙这里也会宽很多 滑动一下特别的顺滑 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卡料了 我们放到干燥箱里 放到干燥箱里也非常的合适 再来转动一下 特别特别的顺滑 这样我们使用体验就会特别的爽 而且如果竖着摆放较高 我们也可以躺着摆放 也是特别的顺滑 我已经将群友小空白 修改的这个图纸放在这个文件夹里了 其他的图纸都不需要重新打印 只需要打印这两个就够了 还有一点就是干燥箱购物清单这里 之前我分享的变色硅胶是蓝色的 蓝色是有毒的 建议换成这种橙色的 橙色才是无毒的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 欢迎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